你刚刚主要说讲到的灭火 没有看到现在目前府院高层来帮这个吴珍灭火 不过倒是灭火器 然后这样硬转 转来很硬 我们帮大家整理的一整张 从黄节从吴珍到灭火器乐团 他们其实都是在之前的太阳花学运战尽版面的 那灭火器乐团这次的主唱大政 倒是自己失火 而且还是自己放的火 而杨大政呢 就是他们的主唱 他们在国庆日的时候表示 他对中华民国是没有感情的 可是没有感情吗 还是呢只有在有心情有钱的时候才会有感情 文鸣波记他整理出了灭火器乐团 跟中华民国政府的合作补助演出案 洋洋洒洒 写都写不完 我们的小编要截图的时候都觉得很难 例如总统就职就在20162024 他们都在就职典礼演出过 国庆活动2016、19、2023 元旦总统府升旗活动 升旗后的演出 还有各地的跨年晚会 哇这个跨年晚会接不完 文化部近年的补助 还有赞助火球记 政府公部门的标案 参与入围文化部主办的奖项 全部算下来 起码杨大政就曾经拿过中华民国政府 差不多补助多达千万 所以波基也说啦 如果你真的没感情没关系 那你不要接公部门的演唱邀约 杨大政这边回应的是说 我没有要激起对立 拿补助我是问心无愧的 黄文明这边再度回应了 杨大政在脸书表示 自己国庆日的发文就是以我个人对台湾未来的期望的一点抒发 拿补助真的没什么特别的啦 可是你否定的是这个国家的正当性 而且你还去拿了国家的补助 那只是证明了自己的素质有多差 讲到灭火器乐团 讲到了太阳花学运 旺哲肯定相当有感啊 我就一句话啦 我就直接问了 如果你对中华民国没有感情 我说真的 太平洋也没有加盖 你就滚出中华民国 就这么简单 我在太平洋没有加盖嘛 你就直接滚出去就好了 如果你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 你留在这个国家干嘛 所以今天很荒谬是 他既然嫌弃这个国家之后呢 还拿这个国家的补助 这个是觉得大家最匪夷所思嘛 我特别到上那个check上面去看 到底他们那些青鸟们 在想些什么 他们说啊没有啊 你比五月天优秀多啦 你比五月天棒多啦 抱歉啊 五月天比你红多了啦 谁离你灭火器啊 我跟你讲 我这一辈子 我一看过灭火器的一次 是去到陈进峰的隐退赛 我非常后悔 我觉得就是灭火器毁了 陈进峰的隐退赛 为什么 因为他在现场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你去看那个YT 他在现场唱歌的时候 一把眼的一把鼻涕 没人看你哭啦 大家看的是陈进峰啦 你在抢什么戏 所以我觉得那天他有点 把陈进峰的 宣兵夺主 对 有点宣兵夺主 毁了那个 整个陈进峰的情感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讲 今天如果你不认同这个国家 抱歉 那你就离开 就这么简单 我们也不会拦你啊 我们鼓励你出去 你就直接出去好了 不要在这边跟我讲什么 你又嫌弃这个国家 然后你又拿那么多钱 我刚刚算一下 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不是小数字 为什么要给你这个人 其他我们把这两千多万 省下来给其他的一些 支持热爱中华民国的 这些乐团不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发言 你今天真的不爱这个国家 嫌这个国家脏 你就出去 就这么简单 就像有些小朋友 可能会嫌弃我爸爸怎么样 那你就离开 你就直接离开 不用讲那么多 你讲这么多 只是觉得你很丢脸而已 而且重点是 你拿了我们国家的钱 两千多万 都是我们民众的纳税钱 你要么自己争气一点 自己开售票演唱会 抱歉 你可能人气没有这么红 卖不了售票演唱会 那没关系 你拿了我们国家的钱 结果你还反骂我们国家 我说真的 真的是让人家看得非常的气愤 我光看这个 我一开始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只知道灭火器而已 那灭火器其他人 我根本也不知道是谁 成员你不清楚 杨大正 我还特别看到有新闻 我还去看了一下 才知道他叫杨大正 那我们也不要 一杆子打翻说这个乐团 今天就你 那你就你主唱你离开 其他人留下台湾就好 你不要毁了其他团圆 其他团圆没有讲话 那你主唱你就自己 跑去美国上 跑去欧洲上 跑去其他上都可以 你就离开台湾 这样是真的让灭火器 可以成功灭火的方法 那你就出去嘛 你就出去啊 你要灭火你就直接离开嘛 所以我觉得这莫名其妙 你今天 这十年下来 你喝了多少 我们国家的奶水长大 对 我们国家有亏待你吗 也没有啊 该拿的钱 你也没有少拿嘛 那也让你表演了 也让不断的 过去很多民进党的县市 在办一些 不管晚会啊活动 其实第一指名的 大部分都是灭火器啊 因为五月天太贵了 请不起 退而求其次 哎呦这个 政治颜色正确 请了灭火器来 其实你看好 他主要接的都是从2016开始的嘛 对 2016开始 2016之后谁执政的 就民进党执政的 是啊 就绿油油 所以他认为说是台湾啊 是台湾给他的机会啊 没有抱歉啊 台湾台湾没有没有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 国民叫哪 我们是中华民国 你要讲台湾也可以 但是我 钞票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啊 对啊 那你要这么喜欢台湾 你就自己印个台湾嘛 所以这样问题回来 今天其实 我跟你讲 最可怕的是什么 像这样的想法的不是少数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你看他 你看他虽然骂 可是很多人还是帮他点赞 代表有一群人 他们想法这样 他们是嫌弃台湾的 然后甚至很多绿营的朋友 大家如果从这次国庆上面 也可以观察到 很多朋友也是讨厌中华民国 但是赖兴德讲 不得已 先把嘴巴闭起来 还有先避不住 就像杨大胜一样 避不住就自走炮 自走炮讲出去之后呢 哇 你看 没有民进党来帮他讲话 过去各位观众 只要有这个 算是这个侵律人士 或是这个 包括支持民进党 的朋友 讲说这种话的时候 大家都来赞瞎 可是你看 这次没有人帮他讲话 因为你的论调跟赖总统不一样嘛 你等于在打脸赖清德嘛 那你惹怒了圣上 你还不赶快离开 你带到中华民国 你有前途嘛 所以这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我真的觉得 杨大正你既然不喜欢这个国家 那我们就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跟你说说拜拜 感谢我们何千千的抖内 他说望哲勇猛家旗漂亮 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抖内 对杨大正 那他的主要说法不只对中华民国没有感情 他说中华民国是土匪政权的架构 那我们就看到 这样的说法照理说应该要不管轻鸟啊 绿营人士啊 甚至我现在王定宇 是很喜欢这个论调的 曹新成应该很喜欢这个论调 但你刚听到望哲说 其实没有什么绿营的人士 敢在这个时候来暂现 因为不想再激化了嘛 现在大家都想要讲什么什么和解 不管你和不和解的起来 起码不要把整个状况 击化的更严重 仔细看一下啊 杨明哥这边去统计 我们刚刚其实在广告期间 也很认真的在讨论 就不光只是他 光是囊括了两次 2016、2024的总统就职典礼 那确实就是2016、2017开始非常多 然后并且有很多各地的政府的标案啊 文化部的补助啊 那我觉得还是持平而论 因为刚刚很多官朋友们认为说 灭火器也得过很多次奖 对他金曲奖来讲的话 2014、2015是得最佳年度歌曲奖 这是参与跟入围都算啦 然后2017、2018 2020有获得最佳乐团 2024那其他应该大部分都是入围 那精英创作奖也是有的 2013、2014、2015、2017、2023 那可是这只是黄康明他的初步整理啦 那就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历史哥帮我们来补充 就是关于杨大政要在国庆的时候 你要去做一波政治操作 但当然我相信就是在Threads上面 在清咬看了一定很开心 因为认为我们就是辣台派 那灭火系过去的政治立场相当的明显 这个我们也都可以理解 只是明显到需要去做到这种程度吗 不知道 那这些部分先请我们的历史哥帮我们来解析 我觉得这个杨大政直接改名杨大歪 因为得来不振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想一个问题 他去唱歌 他特喜欢唱国庆场 他除了跨年场之外 就很爱唱国庆场 那你对国庆没感觉 你唱什么国庆场 我再说一个 跨年场也不该唱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跨年为什么要放假 我想大家都知道 这是因为元旦什么 开国纪念日 大家知道吗 双十节是国庆日 元旦是什么 因为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在1912年的元月元日 是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首任临时大总统叫做孙中山 临时副总统叫做李渊宏 就这样 所以要庆祝是这样来的 OK 好 所以问题来了 那你杨大臣唱什么唱 所以你敢不杨大歪好了 你赚钱你就赚了 这个跟说什么土匪政权拿钱 你好意思啊 那你我请问你 你比土匪还土匪啊 有人在问到底唱了什么 岛屿天光啊 岛屿天光啊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是他唱了对不对 对啊 我干脆我们自己组个乐团 我们热爱中华民国 我热爱这个国家 我们组乐团一定比你红 就这么简单 你今天真的不爱这个国家 我跟你讲 我看很多朋友说 你就干脆退剑保算了 剑保也是我们国家的资源嘛 对不对 我可能要先等政府换街 重点是他今天不爱这个国家 你在音乐上的成就 那你自己的事情 那你今天出来骂这个国家 我觉得一般的众化民国国民 或是台湾人 没有人可以忍受这个言论 你今天真的不喜欢这个国家 我刚刚讲 太平洋没有加盖嘛 你就自己过去也可以嘛 你去哪里都可以 没人阻止你 但你今天不要骂这个国家 你要有自己政治理念OK啊 但是你今天又来骂这个国家 怎么样怎么样 不喜欢对美感情什么之类的 结果后来突然发现 你拿了这么多钱 那就说不过去了 他这个就叫什么呢 就是 不是我想拿 这吴怀孺他给的实在太多了 2000多万耶拜托 这很多人 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应该请文化部出来讲一句话 有这样子态度的艺人 以后文化部是不是应该把他列入波娱补助的对象 还是说文化部要鼓励这样子的言论 我怕他还表扬了耶 这个你文化部应该有一个态度啊 你到底是不是 我觉得因为像这种情况下 这个赖总统在这个国庆晚会那天讲了什么 有艺人要到大陆去 要去庆贺对岸的这个国庆 那现在这种情况 那你这个文化部你要是 你是要准备要怎么处理 如果他真的这么不喜欢我们的国家 那你是不是把这个国家的补助给他 也是侮辱了他 你为了成全他 你是不是以后不要再补助他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 文化部是需要有个态度 我们的立法委员 也应该要用这个来质询他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给你带来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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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带来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